7月2号香港一群大专院校的学者发表连述声明 支持在当天凌晨预演占领中环而被捕的学生 那么相较于香港 在中国大陆学生或教师如果因为发表言论受到当局打压 校方是不是也会像香港学者那样来表态支持 继续是我们的采访报道 香港七一游行结束后 约1200人加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号召的占中预演 计划以和平方式占领中环到2号早上8点 然而2号清晨3点 警方开始以孤警、屈首晚等方式强行抬离静坐的民众 甚至连住着拐匠的80岁老汪都不放过 2号早上8点仍有近百民众坐在渣达道 他们拍手欢呼表示占领活动成功准备离去 但警方继续包围他们并逐一拘捕 警方公布这次清场行动共拘捕511人 并指他们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活动及组插办公 据报道被捕人士的年龄介于14岁到78岁之间 当中有学生、社运人士及各界市民 警方对其中的486人发出警告通知 声称保留检控权力 另有25人保释后查或被检控 其中包括三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梁耀忠及何俊人 香港的警察在中共的控制、干扰和施压之下 确确实实现在有点大陆化 共产党在香港的势力是很大的 各种人员都是很多的 警察也是被中共渗透、控制 再加上香港的特首都是全民选举的 在选举的过程中 共产党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以特首为首的这个政府的班子 也当然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警察的大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号 有41名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教师联署发表 我们支持学生的声明 赞扬学生在面对警方的清场和拘捕行动时 极度忍让克制 安静的手玩手留手 充分体现了和平非暴力的抗争精神 他们以学生为荣 这个大陆现在是找不到的 你学生或者是有的教师 因为发表言论的时候打压 没有一个校方的领导人会站出来说话 所以这个老师不该打压 这个学生应该抓起来 大陆所有的高校里面都实在有党委 大学里面的党委书记是大学的第一号领导人 校长要辅送党委的领导 如果香港和台湾就不一样了 这个校长他是一些学者 他是坚持了普世价值的 那个时候我还是历史系的副主任 我就领着学生到市政府去县化圈 来纪念被屠杀的学生和市民 我们游行喊口号打到共产党 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派了工作组建筑学校 人人过关你不讲头他就天秘地整你 一两个月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声音了 这是那个时候 现在如果有学生出面抗议 马上政府就会镇压 政府镇压的时候 这世界大部分都是沉默的 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指出 中共镇压大陆异议分子已让港人感到惊慌 而据一项调查显示 香港80%的21到29岁居民 对中共的控制感到不满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崔大伟 向美联社表示 中共最近发布的白皮书 是香港年轻人政治觉醒的最新催化剂 新唐人电视 朱志善 陈杰 李勇采访报道